你以為只是有錢人才可以打Golf嗎 其實好像我這麼窮的平民都經常打 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Eric 你好 剛才進來這間哥爾夫球專門店 那些東西很齊 不如你介紹一下 其實你們有什麼裝備可以提供給這些用家 其實你進來就可以見到 我們由頭到腳的設備都很齊 你由帽子、衣服、褲子、手套和鞋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那其實你和外面的哥爾夫球專門店 主要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你進來 見到我們會有其他店沒有的東西 就是一些分開賣的頭桿頭 Grip和Sharp 我們會有Cup Fitting 當作了一個Cup Fitting 就會根據那個客人不同的身高 手的尺寸 或者是揮肝速度做一支適合它的球桿 我們就會有自己的workshop 幫你們裝陷 原來要Cup Fitting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一支肝 就每個用家都適合用 不是 因為我們有Fitting Room 是可以幫我們的客人 量好所有的資料 就可以將它做一支真真正正正適合它的球桿 你如何幫助客人量身訂造呢 其實我剛才已經打了三個球桿 其實這部儀器可以提出的數據 比一般在坊間裡的儀器更有的儀器更有的 儀器更有的儀器更有的 例如我剛才打的球 我們叫Cup Fitting Speed 就是揮桿的速度 然後球的速度 然後這個Efficiency 就是你中不中Suit Sport 即是連你落棍的擊球點 你中不中 它都可以測試得到 我們可以看回這幅圖 例如好像剛剛那球一樣 你會見到 我會中到Suit Sport 不過那個Line Angle 我剛剛有說過著地角 它就明顯是太遲 從而就是用這些所有的數據 去幫助客人 去檢查到 究竟不同的乾身 會出到落竿的角度會不同 Anding的重量 和剛剛Line Angle的角度 會比較上影響大一點 而且你會見到 這些儀器會檢查到你的Cup Path 就是你的揮桿的動作 因為我們這部儀器 除了可以用來做Cup Fitting之外 Anding也可以有些教學的模式 去幫助客人改變一些揮桿的動作 所以這個這麼漂亮的環境 和這麼鮮進的儀器 除了用來做Cup Fitting 有沒有其他用途呢 其實它亦有球場的模式 可以讓你選擇一道 基本上它是可以模擬到 打十個洞 Anding有四五個球場 可以讓你選擇一道 基本上如果你說 有時下雨天 或者打風 各樣的一些情形下 你無法去真正的球場打之外 而這裏亦是另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天謝謝Joey跟我們解釋了這麼多 以後大家如果打Golf 或者是想配一支適合自己的球棍 記得來這裏